酒冠淨泡了十多年之後 苗栗的施坦鄉民代表劉雪梅 在前一天質疑藥酒裡的海馬 海龍這些藥材泡了這麼久 這些藥材居然沒有腐爛 是不是就是塑膠做成的 專家也前往查看跟前一天的結果 來比對 明顯逆轉 它不會爛掉 不會灰掉 因為像這個海馬 它本身有那個蛋白質 蛋白質一泡久的話 它會軟軟的QQ 他把它剪開來看以後 他說這裡面是空的 我說那為什麼我們丟在地上 都還會彈起來 跟橡膠一樣 他說那是因為泡了很久了 它蛋白質被分解掉了 所以這個剩下的這個 就是有點鈣化了 鈣化了所以這皮很硬 藥材真假與否 這個消息是驚動了台中的工會 藥材界認為此事非同小可 得確認清楚海馬海龍到底是真是假 不過經過了藥材切割 實驗確認之後 堪稱案情大翻轉 確認這些浸泡十多年的藥材 通通都是真的